霹雳太平后廊达鲁立端国民中学 进校超过60年 一直没有获得足够的拨款 导致校舍千疮百孔 行动党后廊区助议员尼克敏 联合太平区国议员郑国林 紧急拨款25万令吉维修学校 无论是华销 国小 应小和教会学校 各源流学校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 给予公平的对待和合理的照顾 这是我们的理想和我们的使命 所以我们沙州最近刚刚拨了10亿元 维修整个州所有非常破坏的学校 它叫Skola Skola Dive 我相信这一间也有资格列路 成为Skola Dive 尼克敏今天巡视达鲁立端中学时透露 这所学校不止走廊屋顶破了大洞 两栋客室的白叶窗也只剩下支架 整所学校就像难民营 有人甚至形容学校是荒废的侏罗纪公园 尼克敏认为 前朝政府把学校当成祭阴 没有拨款维修 才会导致校舍严重破损 中文入修 市场上瓶下董灯 入市场上瓶额